辛苦都快到一点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理解 非常耐心地等着大家 慢慢就绪 大家都克服一下 因为有付出才有收获 我们这次的两大重要任务 一个当然是把我们的春晚的演出演好 另外就是我们这次的学习任务 所以这两大任务都非常地艰巨 大家就辛苦这几天 那我想在你们回去的时候 一定是收获满满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非常紧张 我们上午两个曲子 下午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品 好 那我们就后面的同学 要赶快加快步伐 赶快就做 我们开始上课了 昨天晚上大家也在音乐剧当中 听到了这首《长相思》 那这是一首 其实最早是一首二胡的曲调 二胡呢 因为它是单旋律 所以可能这个曲调在二胡演奏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关注 其实这首曲子是很早就有的 在二胡的乐曲当中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后来我觉得它的曲调非常优美 并且它的寓意也非常好 并且富裕了它李白的一首《长相思》的诗词 这样的话 这首曲子的寓意 是和我们的古增的这个韵味和内涵 非常相融合 所以改编好 录制好了以后呢 大家非常喜欢 所以这次呢 在这次的课程当中 我们就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了 这个乐谱呢 也是几经周折 最开始我们的在录制过程当中 我们的吉他老师不是我们的黄超老师 所以他呢 可能有一些即兴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在乐谱 印出来之后和录音对完以后 发现确实有不同 然后昨天晚上非常辛苦 请黄超老师帮我们一一地 把吉他部分和录音部分完全进行了校对 那么大家现在手里这个谱子是 也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呢 经过黄超老师的进一步的校准 之后我们在公众平台上 重新还会再发布一个 更加准确的 长相思的吉他的部分的曲谱 鼓针部分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到时候请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 会再给大家出一份 吉他部分更为准确的谱子 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留意一下 然后鼓针和销的部分没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先为大家演奏一遍 好吗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曲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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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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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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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么就这几个音 你们看似一堆很无序的 这一堆自由的音 想方设法断出句子来之后 我们就等于把它们给 无限的缩小减少了 对吧 那么这几个缩小到这几个音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进行整合 进行有序的排列 你看这一音就少多了 这几个音我们看看怎么安置它 怎么整理它 那我其实在这个 已经慢起了之后 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 这儿呢重新又做了一次小的慢起键块 前面已经是慢起了 然后从这个 那么多的拉拉拉拉拉 这个拉呢大家看到我们图子上是 图子上是一个眼镜 眼镜的意思就是大家无限反复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 想做想弹几个你就弹几个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 有变化 你不能没有变化弹很多 是吧 所以拉拉拉拉拉 那么这个 就这个眼镜的这个拉 注意一下 我们昨天在讲到重复音形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有一个 站稳的一个重音 然后其他的重复音形做弱起键强 慢起键快 所以就出现了 这里就出现等于是重复音形 站稳的 然后重新做了一个弱起键强 这从力度上的 那么速度上呢 本身是整个锯子是慢起 单独的这个拉拉拉拉拉 又重新做了一个慢起键快 你稳妥一点 你可以做个慢快慢 因为音很多 这里呢有两种选择 一种呢是梳滑到拉 一直按在同音按上面 在同音按上面做这个重复 那么它是带颤音的 你看更好听 这我是按出来的啊 还有一种呢 就你觉得按出来 觉得把握不住音准 就直接在原位拉上 这个呢白一点 因为它没有按弦的那个颤音了 所以呢 但是你要是就退而 实在把不住音准 就退而求其次 它出来一个原位的音高 拉也可以 好 马上跟后面锯子接上啊 这个是后半句 这锯子没完呢 好一直到拉 这里有点风险 因为这个音都是下滑音 容易不准 所以反复自己要感受一下 那个按弦距离 从拉回到搜 从搜再回到咪 拉回到搜比较快 搜回到咪最慢 回来以后 唱一唱 好 下一句 哦 我们把小指归到前面这句 咪的结束音 好吧 结束在这儿 好吧 结束掉 好 这句连起来啊 你一定要拆开练 就单独先练这一句 把刚才说的强弱和速度变化练进去 下一句 又是慢快慢 其实有两个速度 慢下来 把咪弥慢下来之后 把喇都雷咪作为一个尾坠 最前面是一个慢起键快 结束 好 这句明白了吗 好 下一句 这句 这句比较少 华渊发回到咪之后再颤音 发响千万别颤 颤的是咪 好 结束 这句不多 下一句 反正有录音 没记下来的 我们听着录音 自己多跟几次 自由速度就可以了 又下一句了 这跟刚才异曲同工 好 到这 这处理跟刚才一样 弱气坚强 接的是 好 拉拉拉拉拉之后呢 so me 比较紧凑 so me re do 做一个句子的结束 所以 整体呈现的还是慢快慢 结束 下一句 好 这个呢 又是跟这个 s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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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变化一样 给一个重音之后 全部都是 都是给一个重音 弱气坚强 弱气坚强 好 我们还要推到高潮上 好 这个句子稍稍内容多一点 我们再来看 弱 推上去之后 re 连上 加快速度了 吸吸吸 自己可以把速度撑开 然后我们要加快了 一步到这 之后又跟吸吸吸一样 做rerere了 一旦做重复音形的时候 我们就歇下来了 就不用着急了 这个中间过度是比较紧凑的 这儿到达一种 比较悲伤的一种情绪 催心肝 有一些诗句 表达我们这样的一种情绪 是非常贴切的 长相似催心肝 好 注意中间这个音是 放慢一点 是这样上去的 主要是滑音在这个当中 虽然速度 弹的速度很快 滑音都不能快 你看 我弹得很快 右手再快 左手都不要快 右手都不要着急 好 下去了 又是稳稳当当当的做 好 到这儿结束 这个rere 我们说了 有的时候 情绪特别想往外放的时候 我们可能最强烈的 表达方式是 突然间收回来 收回来的时候 其实比放更有力量 所以在这儿 你感觉到它应该是往前放 但是我用一种收的力度 来表达放的时候感染力可能更强 所以不要 不要使劲往强了去弹 这个音高也比较尖锐了 从音色上讲也不够好听 所以我们在这儿用一种收的方式 同时用左手的颤音来修饰这个音色 你看 更多的是气声 表达这种真正的悲伤的时候 其实已经不是嚎啕大哭了 是吧 所以它可能是往内心走的 这个音呢 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是 左手强 右手弱 你看 很多是气声 上滑音 这个Dorado是上滑音很快 下滑音很慢 然后一定要注意 Dorado回到多之后有颤音 对 结束 好 连起来 下一句 回到一种无奈了 这种无奈了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眼镜 一个一个的眼镜 这里头要处理好一个滑音和提速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 这个是句子的开始 听这个余音 听这个余音 看我在反复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慢的时候问题不大 要练 要练 这个要练 否则你一会上滑音下滑音就绕在一起了 不能有下滑音 不能出现下滑音 不能出现下滑音 够了 这个米拉多瑞 米拉多瑞自身做了个慢弃剑块 然后重复音形又做慢弃剑块 看到没有 又做慢弃剑块 然后 SOLA 回滑 对 好 回到这个 SOLA 一定要回滑到SOL 我的手才能腾出来 去弹我的 去按我的发到咪的下滑音 所以这儿要左手接在一起 好 这个发咪已经出现过了 依然按 颤音颤的是咪 对吧 好 好 这个句子到这儿结束了 好 连在一起 也要 没什么 慢几件块 接下来咪 慢几件块 下一句 还是后半句 接下来是下一句了 又是重复音形 慢几件块 后面加速了 比较快的音稍稍练一下 一带而过 看好下滑音有多慢 随风飘逝 最后一句 自由的 也就是说 这五个音 做了一次慢快慢 好 最后补了三个 解锁音 放慢 好 记住这个速度 好 最后三句的一个 速度变化是前两句 一直自由 第三句 进入拍子 第一句的第一个音是很慢的 第二句的第一个音也很慢 但是它渐强了 有一种 预说 还修的感觉 也就是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讲 但是又无从讲起 又不知从何讲起 是吧 所以这里呢 有许多重复的句子 最后一遍的时候 开始又娓娓到来 又是如期如素 所以这几句 就是内心有一种千回百转的这种思绪 第二句呢 注意加强了 看 西滑上就只有颤音 哎 又回来了 好 第三句 好 从这开始呢 我们就回拍子了 好 那我们从这 最后一句好吗 三个西米索拉拉 然后后面有削 削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呢 先弱一点 先慢一点 好 我们再从三个西米索拉拉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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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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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